根据国家疾控局近日发布的消息 新冠病毒流行株中 1-1.5变异株占比呈上升趋势 目前已在中国绝大多数省份形成优势流行 并且未来一段时间内很可能继续保持此趋势 此外 一些新的新冠病毒变异株仍在出现 这些变异株是否具有更强的致病力和传染性 它们是否是近期许多人发生三阳的原因 记者就这些问题采访了专家 专家介绍 1-1.5也属于奥密克戎变异株的范畴 是XBB.1.9.2的一个亚分支 虽然根据国家疾控局的数据 它的感染者正在增加 但其所在的医院中 目前还没有见到很多重症的1-1.5患者 实际上现在在中和医院里面 因为我是在中和医院 中和医院里面就是新收的新冠的病人相对来讲是比较少的 因为本来症状就不轻 那么偶尔会有一两个 但是这些的话呢 还是原来的XBB的1.9.2 这些还是降多数 那么所以呢 1-1.5的话呢 可能更多的是 我们至少我们没有看到说 它的一个疾病力会增加 或者是现在的重症的病人会增多 林炳亮分析 1G.5主要的变化可能是传播能力的增强 除了1G.5 世卫组织也监测到了新冠病毒其他的新变异株 如刚被列入监测中的变异株名单的BA.2.86变异株 林炳亮指出 新变异株变异位点较多 因此受到特别关注 但目前看来无需特别恐慌 它主要是发生了变异的位点很多 就是说有30多个的一个变异的位置 但是从一个从现在的整个的趋势上来看 并没有看到它的一个传播能力的增强 虽然你看虽然这个早就有报导这个2.86 但现在也是仅仅在极少数的几个国家看到这种情况 林炳亮表示 对于BA.2.86以及未来其他新的变异株 要更多关注他们的传播能力和免疫逃逸能力 估计这个2.86可能它的逃逸能力会比较强 就会逃避你的对它的防疫的一个作用 可能这一点是要关注的 但是从现在来讲 不管它怎么变 那么总体上来看 我们没有看到疾病力会增加 这一点是我们就是比较放心的一个地方 那么我们要关注一点就是它的传播力和它对一个免疫的逃逸能力 对于近期许多人出现三阳的情况 林炳亮认为新变异株的出现的确可能导致多次感染新冠病毒 但相比首次感染 再次感染时人体会具备一定的免疫能力 不管是二阳或三阳也来讲 那么实际上这些都是跟我们体内的这个综合抗体的这个低度 就是或者是对新变种的这个综合能力下降 还是有很大的一个关系的 但我们体内呢 对这个新的一个变异株 那么来讲的话呢 实际上它还有一个细胞免疫的功能在里面 所以有些时候 我们综合抗体很低的时候也不等于 我们就不能理议住这个新的一个病毒株 因为毕竟还有些施放免疫的记忆在那里 在那个再次感染的情况下呢 就是在这个情况下 往往症状会比较轻 那么这个是种的一个虚实 林炳亮提醒 对于未感染过的脆弱人群 比如老人孕妇等 对新冠病毒的免疫能力可能较低 因此仍需要在外出时做好个人防护